我现在呢是在乾陵的玉陵地宫 在走过前面 就是他关国的最后一个劝洞 在这座地宫呢 他一共是葬住了六个人 分明的就是正中间的乾隆皇帝 两位皇后还有三位皇贵妃 在当时顺炼英把最后一道石门给炸开 才来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炸开呢 因为是当时这乾隆皇帝 他的关国就是在这里顶住了石门 这乾隆皇帝他的关国 本应该在正中间所放 他为什么会顶住石门 是因为呢 在最开始戒泽里墓中呢 他就发生过渗水 在当时顺炼英来到这里 水就已经很深 这关国他就是飘了起来 但是呢 为什么会飘起来 也是不可思议 因为本身他的关国非常重 而且呢 他这里关国都是有这种石头 把它给卡住 也就是固定在这个关窗之上 所以这是很难飘起来 如果第一次是有人飘过来 顶住门 是一个偶然事件 但是呢 在第二次来到这里 这他的关国还是一样顶住门 非常不可思议 这乾隆皇帝和他的皇后 他的皇贵妃 是先后去世 到后来 水炼英来到这里 也是有一百多年 在经过上百年 按正常逻辑 已经成一堆白骨 但是在这里 是当时发行一句女尸 保存的是非常的完好 他呢 就是孝仪皇后 这里呢 就是以前 他摆放关国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为这嘉庆皇帝 他的生母 再除了这孝仪皇后 他的尸体是为干尸之外 在其他起居 全都塑成了白骨 在当时 水炼英来到这里 不论是掠夺很多的珍宝 而且对这里 也是破坏非常严重 在当时 溥仪来到这里 看到是非常伤心 把乾隆皇帝 还有这里是重新装炼 按正常道理来说 应该是一人一口关国 但是在乾隆的关国里面 是有五个人 一具关国 他为什么有五个人呢 是因为当时 水炼英来到这里 把这里搞得是一片狼藉 有很多事故是难以分辨 哪居是乾隆 哪居是哪位皇后 哪位皇贵妃 所以呢 在当时看到几块 非常粗大的骨头 就认为这是乾隆的事故 还有其他几位皇贵妃 还有皇后 他们事故也是不全 因为呢 是分不清 谁是谁 当时呢就有人说 这些皇后皇贵妃 既然能死后能同学 在线呢 一样是可以通关 所以呢 就把这几具尸骨 全都放在了这里面 在关国里面 在两侧就是分别放入 这皇后 还有皇贵妃 他们的头骨 在这些石头之上 都是刻画了祥云 它这里呢 就是用来固定 这地后的关国 我们来看它那里 按道理来说 它这个是能够 很牢固的把关国固定在这里 在这乾隆关国下面 它是由于金井 对帝王来说 这金井 它是一座陵墓的关键所在 这金井呢 它虽然说是井 但是里面没有水 却会放着一些陪葬物 据传说呢 这是为一眼泉水 沟通阴阳两界 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所看的 乾隆皇帝的地宫 下视频继续看 其它地灵 中文字幕——YK